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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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讀秒 5秒 10秒 15 20 25 30秒 35 40秒 我們會叫實習指示 是幫病人跟死神徵求時間 這是RT還是主護 RT 好 EE好像漏氣 EE喔 對啊 我等一下去看一下 我等一下去吧 晚上97到93 呼吸治療師這個職類 大部分都是躲在重症磚區 目前呼吸器病人的 血氧濃度只有90 就剛好危險間緣 那現在氧氣已經用到百分之百 待會兒 RT是誰 偉恩 我們待會兒來做複製 那我們的角色其實對於病人而言 就是減緩他的症狀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當醫師在給病人任何的藥物的時候 藥物起作用那些都是需要一定的時間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做到治療疾病本身 但是我們可以幫病人爭取他得到治療的時間 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開始讀秒 你現在會有什麼不舒服嗎 我們來加一下血氧 我是呼吸治療師 然後我幫你帶這一台 讓你可以 喘的程度會改善這樣 會有點溫溫的喔 一般來講我們就是會維持病人的血氧 跟緩解他們的喘 在呼吸這一塊最主要的責任 就是我們會讓他的血裡面的氧氣濃度 提升到一定的水準 然後喘的程度幫助他改善 如果我們有收案的病人 我們每天都會來看病人的 有沒有最新的X光片 然後還有他抽血 有沒有什麼血氧分析的東西 然後跟他生命真相 去評估我們之後的治療方向是什麼 那有些是呼吸設備要往上提升 那有些是我可能要可以往下降 有252的病人說 他不會真的氧氣低到了一個 我剛剛是說誰啊 他應該會開始亂講話 對啊 他開始了 他現在缺氧多少 剛剛我出來之前80 因為他應該都是開始缺氧 他一直坐在旁邊對不對 他應該是不舒服了 他家屬知道嗎 家屬不知道 那個誰有在打電話給他 以他現在的狀況來講 他其實應該插管的 但是因為他簽署他不急救 所以我們用其他替代的東西 減緩他可能 疾病變化過程的不舒服這樣子 那他其實應該也開始不舒服了 然後他慢慢走向的就是 Motality這樣子 我去看他的時候 他孫子打電話來 對啊 然後就跟他說阿嬤 然後他就說啊 乖孫啊 怎樣怎樣怎樣 跟他聊個天 但是你會知道 阿嬤快要離開了 我們自己會知道 阿嬤應該這兩天會離開 因為我們看得到他的缺氧 他的組織應該撐不了太久 但看了還是會有點捨不得 其實你知道醫療人員也會 對病人感到好像很可惜 病人他舒適的離開 其實醫療人員本身他也可能有感覺被治療到 因為他會覺得對這個病人 他有做到他該做的 我有幫他做到最後的努力這樣子